第331集 我们的车在港口旁边的一栋民房前边停下来 这栋是一栋两层楼的平房 房源几里只有这栋 我下车之后就问 这里就是你们的三号据点吗 影子闇闭嘴说 这里是军事安全局在大连的一个保密据点 是凤凰带你们过来的 影子又试了头 陆亦雷也跟着下车 他就说 进去吧 我有事跟你商量 我就跟着他进了屋 后边是一个院落 影子在前边带路 我们沿着侧面的楼梯上了二楼 他带着我们进了一间小房 我和陆亦雷进去了之后 他就关上道门 静静地退出去了 我问陆亦雷 留在这里的人呢 现在到几点了 确实已经睡了了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 他又说 我知道你担心他们 放心吧 没事的 我点了支烟 然后就问 你说有事找我商量 什么事 我那边的事其实还没完 不过人手不够 想从你这边抽影子他们过去帮忙 那有什么好商量呢 他们本来就是你的人 那我不是怕你这边搞不定吗 那你还说 我都没办法 哎呀 我们之间就别说了些不等的了 不过说开又说 你那边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看着我 看了半天才说 我爸爸被陆亦亭控制住 我现在在想办法救他出来 但由南方这边又不停有麻烦 两边的人手都不够 陆亦亭对六百虎出手 是啊 最坏是我一时大意 那才中了他招 他听什么情况 你告诉我 那么陆亦雷 就将整件事圆圆本本地说了给我知道 原来陆亦亭 上次在我们手上辞了底之后 就对陆国光和陆亦雷两子爷 恨之入骨 当他知道陆亦雷 陪着陆国光回到京城 就一直在找机会下手 陆国光身患重病 是离不开医护人员的照顾 那么陆亦亭就转了这个空档 在陆国光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 就提前安插了眼线 在医院那里将陆国光老走了 他自己很清楚 陆亦雷既然还在生 而陆国光又没死 那么他在陆家的地位 就永远不会稳固的了 那一天 原本陆亦雷是要亲自陪陆国光去医院的 但是刚好游南方那边就出了问题 无奈之下就只能是派几个警卫局的人陪着陆国光 而他自己就去了处理游南方的事 不过现在看来 这些应该本来就是陆亦亭声东击西的伎俩 陆国光在检查员身体 正说要离开医院的时候 就被陆亦亭的人强行脑走了 警卫局的人虽然身手都不错 但是陆国光被个假医生挟持住 那他们又怎样暖欲 就唯有眼睛睛地看着对方将人弄走了 陆亦雷虎笑着说 我根本想不到陆亦亭居然会这么大胆 在京城也都敢死这么明目张胆地将我爸爸弄走 唉 话实是他自己很清楚的 一旦你和你老爸重新回到陆家 那么他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 陆亦亭与闹头 我又问 那游南方那边又是什么情况 游南方也挺配合我们的 不过近段时间经常有人偷襲 想把他劫走 幸好有陈克在这里 他们才没有得选 但是搞来搞去搞了很多次 大家都很累的了 开讲也有话 就算是老虎都会闲眼睡 而且我还要浪费精力 组织人手去救我爸爸 的确是很烦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我想把影子 老曼 李兄 与方小元抽过去 由他们四个人带人 去想办法救我爸爸 为什么不派陈克去救陆伯虎 影子他们去保护游南方应该救了 但是陆亦雷就拎灵头说 不行 这次来偷襲的人 伸手很厉害的 就连陈克也一次都拦不住他 不会是呂宋的吧 你就假扮了 你明明一早就知道 吕颂宋是我爸爸的人的 说真的 我又真的不知道 吕颂宋竟然是陆国光的人 不过陆亦雷说得没错的 至少我是清楚 吕颂宋一定是跟他们有关系的 我听完他的说话之后 心里边都吓了一跳 你是说 除了吕颂宋和陈克之外 还有跟他们相当的高手 那当然是啦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但是影子他们去救人 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啊 吕颂领头 目光望向了远柱 就说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 唯有是尽力而为 不如你把方少剑也带上去吧 算了 他还是留在你身边 对了 未经过你同意 我就把弹增送走了 我是不想增加你的压力 你这边的人手减弱了 弹增的安全 到时候都会成为你的顾虑的 嗯 这样也好 我也不希望他有什么危险 我想了一下 我身边现在就剩下方少剑和邓坤 如果再继续将东门父女都留在我身边的话 那我真的搞不定的 我就说 那你将东门教授两父女都带走啦 和游南方在一起 或者会更加安全一些 嗯 我也是这样安排的 那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呀 你下一步要留意一下方浪 他很可能会去暗杀几个他没办法争取的学者 这件事很重要呀 我点了下头 但是心里面就有些十五十六了 但是凭我们现在几支工真的做得到吗 六亿雷也都看出了我的顾虑 他就笑着说 你放心啦 安全局的凤凰会协助你的 我听到说有凤凰协助 这样才稍微安心了一点 只不过 凤凰说了也只是一个人而已 我就说了 只有他一个人 够不够的 嘿嘿 吉毛 你去叫凤凰过来吧 没过了一会儿 到门打开了 有一男一女走进来 女的那个呢 我就肯定是认识了 就是艺装成护士仔的唐婉仪 但是那个男人我就不认识了 人生得很英俊 白白正正高高大大 十足十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主角 唐婉仪就笑着这么说 我点了一下头就问 这位是 那个男人露出了笑容 他笑起身居然有两个酒粒 看上去真的很迷人 他就说 我是凤凰 我一时之间都没反应得过来 就望望露逆里 他就咔咔地笑着 哈哈 谁跟你说说凤凰只只有一个人的 凤是凤 黄是黄 所以凤黄是两个人 我这样才谎言大悟 唉 你听我 真的居然不记得了凤球王这个典故 我这样说 那位男子和唐婉仪就有点不太自在了 我问那个男人 我问那个男人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陆丘 陆丘 唐婉仪 你们不要说我听 你们两个也是表兄妹 一边的陆云雷就说 咦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表兄妹的 这一魂真是轮到我吐血了 我又问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陆丘 也是你们陆家的人了 是不是 咦 这次你就猜错了 我们之间没什么离开的 咦 这样啊 陆丘 你和影子 哪个厉害一点 陆云雷就拎头 苦笑着地说 哎呀 影子哪可以和他比的 咦 这么厉害 陆丘 是军事安全局第一情报人员 就连吕宋都在他手上边试过底的 欢迎收听 长篇原疑小说 迷离档案 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续 第332集 我望着陆丘 我真是不敢相信 他竟然能够令到吕宋舍底 那我又望望唐软仪 如果缝这么厉害的话 那这只黄又怎样 陆云雷似乎又看穿了我在想什么 就笑着说 嘿嘿 你不要看少了唐软仪啊 你以为他如果真的想动方小游 吕宋难得住吗 他也比吕宋厉害 那又不是 他打就打不过吕宋的 但是他那一手暗气 却是令人防不胜防啊 陆云雷这番说话 令我想起李厂 我就问 李厂他现在怎样啊 他?他现在几好啊 在制南做事 在什么单位啊 在警察学校做教官啊 我敢闹头 李厂总算是有一个好的着落 另外 我心里面还有一些疑惑 既然凤凰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派他们去救六百虎啊 因为你们的任务更加重要啊 他一边说 一边从身上边 扔了一张纸出来 这张纸上边的六个人 你们必须要在最短时间之内找到他们 最好可以将他们集中在一起保护 尽可能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出问题 我接过张纸仔看了一下 上面都是一些物理学的专家和学者 而张纸上边就只是写了一些大凯的地点 但是没有确切的地址 那我就问了 干嘛 连你都没有查得出他们准确的住址吗 他领领头就说 我可以搞到一个大致地点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现在都没有从事科研工作了 而且全部都已经改名换性了 为什么 绿翼雷帮我倒了一杯茶 才又继续说 这件事说起来一匹布这么长 很多这样那样的原因 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跟你说 听说方浪和他们也有接触过 但是也没有争取到 因此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可能又是改了名和换了地址了 难度会变得更大的 你们现在是要赶时间和方浪赛跑 所以这个任务不简单的 我又望望唐远仪和陆丘就问 你们安全局都查不到吗 陆丘就苦笑着话了 他们大多数都是为国家服务到了一定的年限 根据相关规定改变了新身份 新的身份是最高机密 除了几个重要的首长之外 没有其他人知道的了 那我又跟陆翼雷说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叫首长 给一些准确的讯息 陆翼雷拎了头地说 这份名单 我们只是根据方浪那边的暗杀计划 如果单凭推测 就这样贸贸然去找首长 反而会认得其反的 那方浪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应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搞到蝕了物 我听他这么说 心中一惊 你不会是想说首长那边出了问题 那当然是不会 不过他们身边 可以接触到这个秘密的工作人员 就说不卖了 这一件确实是一件苦差事 名单上边虽然只有六个人 但是现在连姓名地址都不长 想要找到他们 和大海楼针差不多 而且这六个人 居然还夸了五个省 难度就更加大了 我又问六亿 可不可以把方浪的动向 及时给到我 譬如说他们准备要去哪里 那我们都可以及时赶过去 我不想我们在这边找到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那边动手了 你都知道 我们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 只能够用这些笨的办法了 陆翼雷暗暗暗暗暗就说 这一层行 到时候我会及时打电话给你的 不过你们明天就好像有手准备 有电话过来 你们再去救火 我们的消息 一般都会被方浪的计划 提前一天出来 这一天的时间对你们来说是很宝贵的 不然的话,你们就只能失败 又或者是跟荒浪他们撞到正 不过,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你们在做这件事 不然的话,如果让他们知道你们人手不足 然后来个分头行动 那你们就会很被动了 我喝了一口茶,咀嚼一口烟才说 我知道了,我会尽力搞定了 然后陆亦雷就站起来说 好了,我要走的了 京城那边还有很多事 现在还有哪个飞机回去呢 这次为了救你们 我浪费了很多功夫才搞了一架小型飞机过来 你们保重吧 希望不用多久,我们就可以再见面 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吧 说完,他就走到我身边 用力地抱着我一下 说真的,除了诞争之外 我又真的还没被哪个男人这样抱过 感觉真的有点怪怪的 只不过,心里面却是很温暖 因为从这一下拥抱当中 我可以感受到六亿雷的友情 在抱完之后,他跟凤凰握握手就说 朱哥的安全就靠你们了 等你们好消息 六亿雷就说 放心吧,陆少爷 有我们在,朱哥肯定没事的 就是这样,六亿雷就带着一群人走了 这里就只得回我,邓坤,方兆劍 和一群凤凤凰 我叫凤凰将方兆劍和邓坤叫过来 然后把六亿雷的说话转述了一次 接着我就跟他们说 现在已经是凌晨四点了 明早十点钟,我们就按照原则 先去杭州先了 争取在两天之内,可以找到那个优感书 对了,凤凰,你们这边有没有车啊 六亿雷说,有一部依围科 嗯,那再开这辆车去吧 对了,可以一路接他们 那大家现在好好地去休息一下吧 十点钟,准时出发 六亿,有没有武器啊 他又试咕咕头就说 有,不过没有重武器 只得手枪 那够不够人手一把啊 一人两把都够啊 那我想都没想就说 那就一人两把啊 最好是带消声器的啊 他就说 没问题啊,你们去休息吧 我去准备一下 这一晚,我滚上床 立即就睡着了 睡得好凉了 直到第二天有人叫醒我 我省开眼一看,是邓坤嘛 他就笑着说 嘿嘿,我真的不忍心叫醒你啊 我看看时间,已经九点半钟了 距离出发只剩下半个小时而已 我立即起床就说 噢,不要紧啊 昨晚睡得好凉啊 睡眠质量很好啊 那在我们梳洗完毕 隨便吃了一碗唐苑而煮的面之后呢 大家就上了车 目标,杭州 我虽然都去过几次杭州了 但是就不算是泰嫂 畅畅都只不过去那里旅游啊 而且每次都是去游西湖啊 逛逛灵人子之类的 就并没有怎么在市区里面逛过啊 而我们这一次要找的这个邱感书 是南船动力学专家来的 名单上边对他的描述很简单 邱感书,南船动力学专家 居住地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具体地址不长 燕用名不长 我看着这些这样的描述 忍不住拎头 这样找人啊 别说两天啊 就算比两个月都难啊 欢迎收听 《长篇原谊小说》 《迷离档案》 《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继续 第333集 在坐了足足二十二个钟头之后 我们最终都来到了杭州了 我叫陆幽 我叫陆幽 找一间酒店住下 他就说他在这边是有屋的 我就好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唐婉怡就说 幽哥的家就是杭州的 他爸爸妈妈已经过了身的了 和我留下了一套衣居箱 不过逼一逼我们几个人 将就住住两天都没问题的 那我就点了一下头 住在陆幽的家里 肯定怎么都安全过住酒店 至少没那么显眼 陆幽的家里 就在西湖区 来上城区很近 我们在外面吃了小笼包之后 就来到他家里了 等到大家都收拾好些东西之后 我就说 唉 连续赶了一整晚路 大家先休息一会 下午起床吃完晚饭 然后就出去逛逛 随便打听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知道 休敢宣这个人 之前那二十几个小时 都是邓坤和陆幽轮流在开车 他们现在看上去的确是很累的 虽然我们的事都比较急 但是还是要保证必要的休息 而我的精神反而很好 一来是因为这段时间我睡得很少 而二来我在车上面 几乎一直都在这儿困住 所以现在反而就没什么睡意了 我坐在客厅那里打开个电视 把音量教到最小 这间屋是有三间房 邓坤和方少见睡一间 唐婉怡自己一间 而陆幽就叫我和他一间 但是我拒绝了 我喜欢睡客厅的 方便我这个老烟鬼 而另外 我睡得不多 偶然还可以看电视 喝茶 帮我消磨一下时间 我就无无聊聊地在这儿转台 但是就没有一个节目 可以令我感兴趣 现在屋里头很静 估计他们都已经睡了 我就站起床打开门 准备出去外面走一下 休息一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 我听见有人说 你要去哪儿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唐婉怡 她就站在她房门口 我就轻轻地笑到 坐下有点闷闷的 想出去外面随便走一下 我都睡不着 我陪你去吧 我这样闷头 她就跟上来 关上闷门 和我一起下楼 出了小区 唐婉怡在不发威的时候 其实看上去都挺文静的 她应该不算上漂亮那种 不过当她身上那种傲气 不外露的时候 就十足十是一个 倫家小女孩似的 相当清新疑人 她问我想去哪儿 我就说想去西湖边那里走下 我都有几年没来过这边 不知现在变成怎样呢 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天 我现在才知道 陆幽虽然和唐婉怡是表兄妹 但是其实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陆幽是唐婉怡的大衣 在陆幽小的时候就领回来抽大 因为陆幽本来是一个戏婴 而唐婉怡和陆幽呢 自小感情就非常好的了 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 唐婉怡就笑着说 你知不知道 还在有个五六岁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过 说大了之后 一定会娶我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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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